他是被日本遗忘的军官 日本投降前 他被丢在深山打了30年游击 这期间 他射杀菲律宾无辜百姓130人 最后却被奉为大英雄 他就是日本士兵小野田宽郎 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 1974年 距离日本战败投降 已经过去了29年 在卢邦岛菲律宾基地 却举行着一场日本人的受降仪式 前来投降之人 将自己的军刀递给了前来受降的非军司令 以示投降 并且做好了接受一切惩罚的准备 眼前这个瘦得跟个竹竿子似的人 正是最后一个投降的鬼子兵 小野田宽郎 至于他为什么在日本投降29年后才投降 这还要从1942年说起 1942年 随着小日子将战场越货越大 兵力越来越匮乏 日本开始降低征军标准 而此时 小野田迫不及待地暴民参军 他已经将入伍参军 誓死效忠他家天皇作为毕生梦想 为此 早早就跑到武汉田岛洋行工作 听同汉语 就是为了搜集情报 因为他父亲是个没落的武士 母亲又是德川幕府家臣的后代 所以 小野田从小脑子里就只有打打打 将军国主义吸收得非常完美 本来小野田因为身体原因是不能参军的 这让他的参军梦难以实现 不得已跑去当了个间谍 现在终于有机会上战场 他和他的家人都十分开心 为了庆祝他成功参军 他的老母亲特意将祖团的佩刀送给他 并嘱咐他 儿啊 在战场好好加油 大天皇会为你骄傲的 但是如果你被抓了 就用这把刀切副吧 瞧瞧这慈母情深 多感人 小野田也是紧记老母亲的嘱托 入伍后就发扬了家族荣耀 到处烧杀抢掠 很快就成为了一名十分合格的小鬼子 在江西南昌还参加了数次扫荡行动 牺牲在他枪口下的刑死军多不胜数 两年时间 他就坐尽了丧尽天良之士 因为在扫荡行动中的表现 他不仅受到嘉奖 还在1944年 进入了九流米第一陆军预备士官学校学习 毕业后就成为了一名剑系士官 紧接着又进入了陆军中野学校学习 怎么当好一名间谍 毕业之后就被丢到了菲律宾 此时的太平洋战场上 日本已经无力回天 还在做最后的挣扎 但是小野田却没有这种觉悟 在他心里 他家天皇还是那个牛叉闪闪的天皇 因此 当他接到去菲律宾卢邦岛作战的任务时 还兴奋的表军心 小田野的上司骨口 命令他和美军在卢邦岛上周旋打游击 并且表示自己就先撤了 你们好好打 天皇为你们骄傲 但是有一点不能投降 也不能自杀 过个两三年 我一定会回来的 然后 骨口就带着大部队撤了 只留下被双重POA的小野田 和几千名鬼子 兴奋的原地打转 1945年2月 美军登上了卢邦岛 对这里展开了最后的攻击 留在这里的小鬼子 自然为黄泉去 很快 本来就没有多少人的队伍 现在人更少 小野田想着自己的上司 说两三年回来找他们 这不能上司刚走 就在这儿被美军一锅端了吧 所以小野田将剩下的人聚在一起 商量对策 因为这里面 只有小野田一个使官 所以他担任了作战总指挥 将剩下的人分成小组 每四到五个人为一组 然后各自散开 找地方引力 小野田和岛田 小种 赤精分成了一组 四个人转身钻进了丛林 东钻西钻的 让美军很难发现他们 美军也在搜查一遍无果后 就撤了 毕竟这时候 小日子投降 可以说是板上钉钉的事了 不需要为了这几个人大费周章 但小野田几人 却开始养金蓄锐 还准备和美军大干一场 他是最固执的小鬼子 日本已经投降三十年 但他却因为上次的一句谎言 而继续顽抗 杀害一百三十名无辜百姓 期间无数人来劝降 但哪怕是清歌来 他也不为所动 死活要等上次来 事情的结果究竟如何 1945年3月 小野田和另外三人 一起藏进了丛林深处 预备给美军 来个出其不意的偷袭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 人家早就拍拍屁股走人 回去准备日本的寿向仪式 结果几人以为美军士 回去酝酿阴谋 准备对付他 结果 这几个人赶紧找地方挖了个洞 然后在洞里商量对策 并绷紧神经等待美军的到来 结果等到了十月份 他们依然没有等到美军的袭击 反而等来了一大堆宣传单 上面写着日本早在八月就投降了 看着宣传单的小野田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天皇怎么会败呢 正在震惊时 远处突然传来了枪声 小野田听到枪声后 立马认清了现在的局势 这破传单就是美军搞出来的阴谋 就是为了骗他们出去 日本绝对没有败 这么一想 心头瞬间很舒坦 然后他带着同组的三人 往更深处溜血 当然 小野田也没忘记自己的游击任务 他以菲律宾警察和士兵 为自己要对付的首要目标 美军的雷达战 仓库成了他主攻的几处地方 时不时就在附近买几颗地雷 找助手的士兵放个冷枪 虽然每次也造成了不少的伤害 但伤害性不大 侮辱性却极强 因为小野田在周围各种捣乱 但是 菲律宾这边却始终抓不到人 小野田很聪明 他们在一个地方待上几天后 就立马换地方 去寻找下一个据点 所以每次等飞军 找到他们的位置赶去时 他们早就跑得没影 小野田每天最重要的一个事情 就是利用自己得到的筋体管 做个信号接手器 每天都要在这边守着 听着传来的各种声音 判断当前的形势 然后再躲在小岛周边 悄悄观察美军的飞机 和军舰的动向 将信息全部收集起来 等待日军的反击 那你可能会问了 每天搞这搞那的 怎么生存呢 咱们可别忘了 他现在是一名合格的小鬼子 烧杀抢掠哪样不敢 所以 他们经常在晚上留下山 然后将当地百姓养的牛 鸡什么的偷走 有时还会偷些粮食 被褥 衣物什么 他们自己也会捉一些野兔 摘一些野果来吃 还将香蕉晒干 来补充能量 但是 毕竟在丛林深处 蛇属虫蚁不在少数 锦人中 一个名叫赤金的身体最为虚弱 经常被虫蚁咬得下不了床 梅雨季节更是高烧不断 在这样的绝望环境中 赤金终于受不了了 他在一天早晨 趁着几人不注意的时候 留下山去 向菲律宾警方投降 这时候的赤金才知道 原来日本真的早就投降了 想着山里还有三个人 他主动加入了劝降队伍 但是小野田看到赤金的留言条时 却认为赤金背叛了他们 背叛了天皇 于是带着剩下的两人 躲进更深处 又过了两年 小野田的家人 得知他还活着的消息 也开始写信留言 劝他投降 甚至他的亲哥哥亲自来山上找他 向他喊话投降 他也觉得这是美国人的阴谋 为了瓦解他们的意志 结果他顽抗到底的心更坚定 找不到人的搜查队 宣布了小野田几人的死讯 1954年 三人对当地的渔民发起进攻 结果岛田因为之前大腿受伤 行动不便 在混乱中阵亡 但是小野田和剩下的小种 却安然无恙地活了下来 这时候又有人来劝降 但是两人始终坚信 这就是美国的右翔手段 绝对不能上档投降 藏得更严实 于是搜查队又没找到人 小野田再次被宣布了死讯 就这样 剩下的两人相依为命 偷袭次数也越来越多 1972年 两人趁着秋收农忙 直接将正在田间劳作的农民 开枪舍杀 并且将旁边的稻谷 全部点燃 他们觉得 这样不仅可以告诉美军 日本没有投降 还能让天皇知道 他们一直在站的 结果就是 小种在这次行动中 也领了河 而小野田 也不知道是命大还是怎么样 再一次逃过了一紧 现在 当时的四人组 已经只剩下小野田一人 他独自躲在山间 看着地上新来的宣祥单 依然不买账 还下定决心 等到他60岁 就和美军雷达基地 同归于尽 直到1974年 岛上来了一个 日本探险家 这才改变了 小野田的想法 这是日本最后一名士兵 投降的真实影像 战争早已结束 他却又坚持战斗30年 在菲律宾 疯狂杀害 130名无辜百姓 结果却被百姓 夹到欢迎 奉为英雄 他为何会突然投降 又为何被奉为英雄 1974年2月 小野田在卢邦岛上 独自挣扎 他至今依然不相信 日本已经投降 他一边琢磨着 如何实行 他攻破雷达基地的计划 一边小心着周围的环境 忽然 他看到一个营帐 在不远处 他迅速进入紧接状态 以为遇到了美军 就在他扛着枪 准备将营帐里的人射杀时 他发现 帐内好像是个日本人 小新一一靠近后 他尝试和帐内的人交谈 交谈之中 小野田知道了 来人是日本的冒险家 叫黎木济夫 是专门来找他的 并且黎木济夫 拿出了大量的报纸书刊 告诉小野田外面的世界 但是小野田 还是那两个字 不信 不详 除非他的上司亲口对他说 不然谁都不好使 黎木济夫很无奈 只能提出和他合章意 然后承诺 会帮他找到他的上司骨口 然后就拿着小野田的照片走了 黎木济夫还挺尽心尽力 几斤辗转后 终于找到了骨口 此时的骨口 已经是个糟老头子了 也幸亏他还活着 黎木济夫拿出小野田的照片 并讲述了 还在山沟沟里 打游击的小野田的事 骨口这才想起 当年是有这么个人 被留下掩护队伍撤退 还以为人应该早就没了 没想到过了三十年 还在坚持 于是 骨口决定亲自前去告诉小野田 同年三月 小野田发现了 黎木济夫的字条 上面说 他的上司骨口 已经到岛上了 并且还有一份 撤退命令的引印本 于是 小野田连夜翻过两座山头 到达了约定地点 一眼就看到了 自己的老上司 骨口此时 神情肃穆地 站在一棵树旁边 小野田以最标准的军力 接受了骨口的指挥 和投降命令 第二天 小野田就在 菲律宾军事基地 将自己的军刀上交 表示投降 也做好了授罚准备 但是 菲律宾却将军刀 还给了小野田 并且直夸他是优秀军人 理应受到礼贷 按理说 小野田在菲律宾三十年 双手已经占满血腥了 一百三十人命到他手 怎么也要惩罚他 但是菲律宾 不但没有惩罚小野田 甚至还笑嘻嘻地 将小野田送回了日本 在机场 还安排了众多群众 为他送进 这个举动 让卢邦岛上 深受其害的居民 很不理解 但由于日本给的 实在太多 没办法 当小野田乘坐飞机 到达日本时 他的父母 早就在机场等待了 母亲不再是那个 给他配刀 让他抛妇的慈母了 此时的他 就是个满头白发 渴望儿子回来的老太太 机场迎接他的 是大家崇敬的目光 他成了日本的英雄象征 归国后 他参加了许多活动 当有人问起 他是否后悔 自己的恶行时 他坚定地表示 自己不后悔 并且认为 自己并没有错 也不需要 为那些家庭 和逝去的人负责 然后还写了一本书 绝不投降 《我的三十年战争》 一出版就被抢购一空 同时 日本也给了他 100万日元的慰问金 但是他却坚持不压 并且将这笔慰问金 捐给了神策 回归生活的小野田 显然很不适应 他还活在1944年 对于家里的电视机 他十分害怕 洗衣机也会 把他吓得不敢靠顶 他完全适应不了 新的生活 之后 他去了一趟巴西 看到地上的牛 他想起了 卢邦岛上 偷牛的日子 仿佛终于 找到了自己的归宿 于是在巴西森林里 买了一个牧场 养了1800多头牛 定居在那里 1996年 他再次回到卢邦岛 看到了曾经 被他打伤的农民 此时的他 还是坚持认为 自己没有任何错 也没有任何责任 不过 他又拿出了 一万美兵 作为奖学金 捐给了当地一所学校 一直到2014年 这个最后的鬼子兵 小野田宽郎 因为肺炎 在东京一家医院去世 终年91岁 小野田是个矛盾的人 毫无疑问 他是个合格的军人 30年如一日 守军令 但同样的 他也是个 不折不扣的柜子手 自认为深处战场 但这也不是他杀害 无辜平民的理由 我看了